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空中俯瞰中国 万古奔腾的长江 如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 跨峻陵险滩那百川千湖 它从世界屋脊的 唐果拉山脉发源 穿过奇显秀丽的三峡 最终汇入大海 长江连接起锦绣壮美的 华夏大地 也孕育着远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 长江 以它的广博和富庶 补育着亿万中华而入 滋养了 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长江流域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流域森林存量 占全国约四分之一 水稻产量 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 长江 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 生物基因宝库 是我国珍稀 边碑野生动植物 集中分布区域 长江经济带 覆盖十一省市 汇聚了全国百分之四十的人口 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百分之四十 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牵挂着祖国的大江大河 谋划着让中华民族母亲和 永保生机活力的发展之道 2016年3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纲要提出 必须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供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党史专家是江英 江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江老师 既然长江经济带 在我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什么习总书记要强调 供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呢 那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的母亲合并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 长期的过度捕捞 水质污染 航运干扰 江底挖沙这些问题 就让长江流域生态功能 退化了 长江生物完整性 指数到了最差的无余等级 保护长江是事关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打击 所以总书记说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 在我们这一带手上继续恶化下去 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 美丽的万里长江 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通过 从规划与管控 资源保护 水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修复 绿色发展等方面 为长江保护治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提升长江生物完整性等级 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长江共有350多种鱼类 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鱼类宝库 湖北 中华巡研究所 眼前的圆形养殖池里 是长江最具代表性的鱼类 中华巡 这种曾与恐龙并存的古老鱼种 曾一度宾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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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着夹着 夹着夹着 近四十年来 科研人员成功人工繁殖中华巡 数千万倍 曾经宾碑的长江精灵 得到了人类最精心的呵护 每年春天 人工繁育的中华巡 会被放流回长江 担负起繁衍和恢复 种群数量的重任 再检查一次 要回大海了 三 二 一 开始 截至二零二一年 已有五百零四万倍人工繁育的中华巡 被放归长江 他们顺着浩荡长江 归流入海 回到千百年的家园 江老师 这些人工繁育的中华巡 在长江中能顺利地生活吗 这些即将放流的中华巡 他们在启程之前 科研人员 在他们身上做了个小手术 是什么呢 就是在鱼身上放置了声纳发射器 大家来看 在一千七百千米的长江上面 这些闪烁的亮点 那是科研人员放置的声纳接收器 当中华巡从这里经过的时候 就能接收到他们发出的声纳信号 我这里还有一条 科研人员收到的信息了 2021年4月25日 这条中华巡抵达 江阴长山口断面 即将入海 这是一条 体重是51.2千克 十二点鱼 也就是说十二岁 它是今年第五位 通过这个断面的中华巡 我们通过记录中华巡的行踪 就勾勒出了 它从放流地到入海口 1700千米的漫长的入海旅程 从2020年1月1日起 长江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全流域禁鱼计划 让350多种鱼类能得到充分的修养生息 实现生态重建 保护动植物 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搬迁岩浆企业 优化船舶通道 恢复生态环境 中国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 2021年 画家李静坤等 创作了国画《长江之歌》 勾勒出了新时代长江的万千气象 国画《长江之歌》 描绘了长江的磅礴气势 它一经问世 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画作 感受它的艺术魅力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美术评论家是 余杨 余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把绵延的长江表现在一幅画作中 难度应该是非常大的 余老师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幅画作有什么巧思好吗 这是一幅清绿水墨山水的巨型长卷 画家选择了全景式的鸟看构图 以中国画独有的平远式构图 呈现了长江百转千回 奔流不息的景象 中国画历来讲求 远取其事 近取其至 这幅画作娴熟地把握住了 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章法构图 由远及近 运用透亮的翠绿色调和苍润的笔法 勾勒出长江中上游的崇山峻岭 和复杂的S型曲线的江水 这样的张法构图 不仅凸显了长江奔流宽广 曲折弯转的庞博生机 而且还展现出传统山水画的 浑厚苍茫水绿山青之景 此外 在这青山莫彩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 画家还细致描绘了 长江沿线及两岸的重要景观 三峡大坝水利工程 和周边的灌溉农田 扬长小路 向左沿江而上的一座座 横跨天嵌的长江大桥 以及山峰上密密麻麻的 锋利发电装置 还有层栏叠仗之间的 神农架 神女峰 恩师大侠谷等雄奇景观 长江之歌不仅体现了 绵延千里的长江 俊美的山川等自然风景 更是体现人民日新月异的 美好生活和走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佑老师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幅画作的画家好吗 这幅画作是由四位画家 共同完成的 他们主要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 李静坤 1987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山水画专业研究生班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代表作有麦 大漠之木 《长江之歌》的主要创作者 还有林扬杰 莫飞和黄涛三位画家 《长江》是中国艺术创作的不结源泉 历代描摹《长江》的画作汉牛冲动 《长江之歌》怎样才能突破前人科救 推陈初心 几位画家踏上了《长江采风之旅》 当我们看到这些青山绿水的时候 它是由无数的中国人 辛勤地去保护 去守护这片林 所以它的植被非常丰厚 从山城重庆到齐显三峡 从云梦洞亭到华中屋脊 万里漫游 画家们感受着新时代长江的脉动 感受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在万水千山之中 这种风能发电是长江有历史以来 重要的开发出的一种绿色环保的发电功能 层栏叠炸 青山低脆 为了让画面的绿色极具生命力 画家们运用了中国传统壁画中的元素 我们探索了 用银箔 逐渐逐渐一层一层 用传统工笔的手法 一层一层地染 增加它的质感 跟增加它的厚度 所产生的那种光和盲 是令人着迷的 在天空之上 用银箔做颜料 描绘白云 在浓郁清脆的群山 贴上银箔 增加山的层次感 让绿水青山相融合 泱泱中华 万古长江 这就是新时代的千里江山 长江保护 是关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 长江经济带 正在践行绿色发展之路 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石木清河永保生机活力 新时代的新理念与新气象 都在纵贯六千三百千米的长江上 留下了印记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呼吸万里 吐纳临潮 长江之歌 奏响了神州大地 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月交响 一个天蓝 地绿 水清的大美中国 正在呈现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